欢迎收看1819 那其实是当场死亡了 还好小男童呢 是身上擦伤 没有大碍 不过目睹这一起意外 恐怕心灵上 留下难以磨灭的声痛 但是美国卫生部长阿杂尔 结束了四天的访台行程 回到美国 那最后呢 他其实也蛮忙碌的 除了接受了媒体的call in 聊一聊川普交办的任务之外 还去了五谷山区下单口罩制造机 说希望能够全力的投入生产 毕竟在美国比起来 其实他们的口罩还是很缺的 不少个人的防护用品 到现在都还是大缺活 很新的就是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今天有新增了一个境外的移入个案 就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性 六月底到菲律宾去出差 那么在八月十号回到台湾 不过也出现了拉肚子 胃寒的症状主动通报 在今天是确诊了 那么还有很多人关注的 就是关于陆籍子女呢 目前的新措施是如何 他们可以回到台湾来读书吗 指挥中心也宣布 从八月十三号开始 六岁以下陆籍子女 是可以陪同父母 都能够入境台湾 谢谢大家